来源观察者网 据界面新闻11月4日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本苏达 Fato Binzel的发表声明宣布正在寻求 就各方可能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最展开战事调查 据国际刑事法院11月3日发表的这份声明 本苏达指出阿富汗民众经历了数十年的武装斗争 而经过初步调查我得出结论认为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规定开启调查所需的所有法律条件都已满足 本苏达称调查范围将集中 在2003年5月1日之后 阿富汗领土内发生的战争罪性和反人类罪性 以及2002年7月1日之后 发生在其他刑事法院缔约国领土内 与阿富汗问题相关的战争罪性 这位首席检察官已向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申请开启正式调查 现在将由刑事法院预审分庭的法官决定是否批准本苏达的申请 虽然本苏达在此次声明中没有明确指出将对哪些相关方展开调查 但2016年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指出 美军或在阿富汗的秘密监狱实施了虐求 秘密监狱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运行 当时的报告指出 有充足理由相信 美军和CIA可能被61名囚犯实施了虐待 相关事件均发生在2003年和2004年 美国媒体报道此前指出 2002年一名22岁的阿富汗出租车司机 因搭载三名凡美武装分子 被关进美军位于阿富汗的巴格拉姆基地 五天后这名司机在巴格拉姆基地死亡 美国媒体还曾为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如果本苏达的调查申请获得批准 或将首次由美国公民因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 面临战争罪指控 除了美军之外 2016年的报告还显示 塔利班及其分支 以及阿富汗政府军都可能放下了战争罪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成立于2002年 该法院可对犯有反人类罪 战争罪 种族屠杀罪的个人进行审判和起诉 国际刑事 法院只能在缔约国政府无法或者不愿意 对相关罪信进行调查审判时才能介入 阿富汗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之一 虽然美国并未加入刑事法院 但依照国际法规定 其他国家士兵在缔约国领土内犯下的罪信 也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 在缔约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